透过教育的滋养累积爱人的能量 慈济在马来西亚北海幼儿园一位毕业生郑嘉轩 把在教所学融会贯通 不但是妈妈的好帮手 更是妹妹的好榜样 小小的身躯套上气球体验母亲怀胎的辛苦 马来西亚慈济北海幼儿园设计一系列的课程 培养孩子的感恩心 可以让他们体会到妈妈怀孕他们的当时是多么的辛苦 行动多么的不方便 郑嘉轩上课学得认真 放了学也把课堂所学带回家 除了做好自己的本分事 还会帮着母亲照顾妹妹 妹妹会做吗 会 谁教她的 她知道她自己会有 她自己看我的那种朋友 然后她自己觉得 好 因为妈咪要做很多东西 妈咪没有空 当妹妹 看妹妹 所以我要照顾妹妹 贴心的郑嘉轩如今上了小学一年级 每天课后继续回慈济安亲班 将之前三年的好习惯延续下去 因为我们很担心她上了小学 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 完全没有跟慈济的交易接触 刚好在她上了小学的第一年 慈济刚好也开办了慈济安亲班 所以贾轩就很幸运的 有机会接触回慈济 我们做父母的也非常的放心 在孩子最纯真的年代 锻炼他们良好的品德规范 让他们能在未来的成长路上 储备爱的能量 自爱爱人 大学新闻 陈卫杰马来西亚报导 大学新闻